李佳琪道歉了 终于道歉了 在经历了这一轮巨大的风波之后 他在直播间道歉了 这一次不是轻描淡写的发几个文字 而是在他的直播间 他非常严肃的声泪俱下的道歉了 他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 可是作为旁观者 我不禁想问一件事 那就是人的思想 能在一天之内发生巨大的转变吗 绝对不可能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一两天之内 思想突然从左到右 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李佳琪为什么会声泪俱下的道歉呢 很显然他怕了 他怕什么 他怕粉丝不再喜爱他了 他怕以后再赚不到那么多钱了 短短一天之内 李佳琪的全网粉丝掉了超过一百万 哪怕他有几千万的粉丝 那也架不住一两个月的掉啊 所以就像有的媒体评论的那样 李佳琪这一次失言 他严重的伤及了自己的基本盘 为什么李佳琪会这样 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有的人说的就很好 李佳琪此前是个贵哥 当他刚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他是替千百万姐妹说话的 他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试着口红 他可以和资方讲 我们的小姐妹赚的都不多 你能不能便宜一些 再便宜一些 让我的粉丝赚到实惠 而成名成腕 赚到了大钱之后的李佳琪 他现在的讲法是 哎呀我们国货不容易 哎呀我们厂商不容易 哎呀你怎么不努力多赚点钱呢 你不要抱怨 这个没比便宜啊 是的成名成腕 甚至赚的比90%的上市公司 还要多的李佳琪 他已经变了 他已经非常懂得如何替资方讲话 以便让自己赚得更多的钱了 而更关键的是广大网民之所以生气 并不是眼红他赚钱 而是愤慨 他明明自己已经赚到钱了 凭什么还要指责我们这些辛辛苦苦 没有赚到的钱 像很多出生于草根 一夜暴富的人一样啊 很多像李佳琪这样的人 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他的努力 归因于他的心情 而不会归因于这个时代 李佳琪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相信有他个人努力的成分在 但也绝对有他吃到了时代红利的原因 换句话讲 当李佳琪面对千千万万 花79块钱买一支美笔 还要抽搐再三的姐妹的时候 他本应谅解他们的苦衷 可是李佳琪却指责他们 你们不努力 所以你们赚不到钱 所以你们买不起79块钱的美笔 李佳琪忘了 他也曾经是他千百万姐妹中的一员 一个人成功之后 更关键的是 你要感恩他人对你的付出 感恩你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而不是把一切成功都归因于你个人的原因 前几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得很好 他说没有什么马云的时代 而只有时代的马云 是的 像马云这样我们时代的弄潮儿 赚得了亿万身家被万千人宠敬的人物 他也只是时事所造之英雄 而并不是他创造了这个时事 何况李佳琪呢 我们真是希望啊 李佳琪这一次你的道歉 好歹是你自我重新认知的开始 我绝对不相信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让他的思想有巨大的转弯 但是他应当看到千百万粉丝对他的期许 和他讲错话之后大家的愤慨 那么希望这一次道歉是他重新认知的开始 他能够真正了解到他为什么成功 以及他要为什么人发声呢 他能够真正了解到他